第519集 怎么能跨越这么远 难道我邱罗成的天赋 比这小畜生还差吗 被叶晨甩在身后的邱罗成 一脸难以置信 他无法接受 而台下的人群 早就疯狂和混乱了 叶晨每踏出一步 底下便是传来一声惊呼 惊呼之声无比整齐 如海浪席卷整个千绝广场 在他们眼里 叶晨便是不可超越的天之骄则 至少这一刻是 无关凡根 今天之前 谁能想到五年前的 那个被一脚踢下擂台的废物 会如此强势回归 又有谁能想到 这小子的天赋 能掩压不可一世的邱罗成 所有人都想看叶晨的笑话 但是到头来 却发现叶晨已经在山巅之上 俯瞰着他们 他们才是真正的笑话 叶晨用行动狠狠地打了他们一巴掌 狠狠地 静水先生没有任何表情 他的眸子微眯 固然不承认 但还是道 我还是小看这小子了 只是不知道 一个凡根是怎么承受住这危压的 莫非这小子身上有什么秘密 一定如此 静水先生可不相信 凡根废物有什么天赋 叶晨身上一定有质保 他和叶晨已经彻底撕破了脸 他自然不打算让叶晨继续活着 可能洗龙池之后 他便会将这个家伙 永久地抹除在昆仑须 他有这个资格 既然他们是敌人 他绝对不会让叶晨继续璀璨下去 此刻的静水先生 死死地盯着叶晨 眼眸的杀鸡极其寒冷 这一幕正被几思青发现了 几思青有些为叶晨担忧 他想要阻挡静水先生 很难 看来 近日之后 要让叶晨马上离开这里 他下定决心 而此刻 叶晨哑迷之中 充满了血丝 他一步步变得无比的吃力 在跨入第四十阶梯的时候 叶晨身形颤抖了起来 这是他的极限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一股如山的威压 摧残着他的一切 几乎让他崩溃 他能用的手段已经用了 不灭之火 神雷 乃至血龙之力 也使用了 想要再跨入 剩下的地方几乎不可能 叶晨没有选择 只能承受身体的痛苦 紧咬着牙关 他又跨出一步 但是最终退了回来 吐出一口烟红的鲜血 触目惊心 他看着那遥远 又无比靠近的山顶 心中竟然生出一股 无力之感 该怎么办 难道洗龙池 真的与我无缘吗 就在这时 肩膀上的小黄 从睡眠中醒来 他揉了揉眼珠 看向周围 眼眸突然有着一丝惊喜 就好像看见了 什么美味一般 下一秒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小黄张开嘴巴 夜晨发现 他周身的微压 竟然全部消失 他眼眸惊骇 低头看向小黄 瞬间明白了什么 小黄不惧微压呀 这微压对他来说 自然不算什么 甚至他感觉 现在的小黄 竟然在吃这些 大能留下的微压 他身上甚至泛着 淡淡的光芒 不一会儿 小黄似乎不满足 扯了扯夜晨的衣服 指了指前面 似乎在让夜晨继续向前 夜晨心中的亥然 彻底压制 嘴角露出了一道笑容 快步向着山顶而去 你没有看错 就是快步 到了后面 甚至像是跑了起来 底下的人群 彻底炸开了锅 我的天哪 快看 那医生们的小子 在做什么 我没有看错吧 夜晨的速度 怎么越来越快呀 就好像 天梯的微压 对他根本没有作用 看 他怎么好像是一个 没事的人一样 他 他居然跑起来了 天梯之上 狂风舞动 夜晨强势匹敌 天梯在他眼中 就是玩物 而天梯之下 人群澎湃 一个个瞪大眼睛 宛如见鬼 谁也想不到 夜晨竟然会跑起来 甚至一步两阶梯 如此微压制地 能不能严肃点啊 别人一阶化为血雾 你倒好 直接跑起来了 那群陨落的天才 不要面子的 他们就算没上过天梯 也是知道天梯的恐怖啊 千古以来 没有一人登上山顶 更不用说 像夜晨这么轻松了 关键夜晨到底是 如何做到的呢 这一刻的夜晨 仿佛绽放着 璀璨的光芒 无比耀眼 光场之上 无比安静 所有人沉默不语 心怀敬畏 现在谁有资格嘲笑夜晨 而光圈中的几人 见到如此诡异的夜晨 有些懵了 这是什么鬼 他们甚至怀疑 眼前之物 真的是天梯 为什么在夜晨眼里 好像是一般阶梯呢 说好的微压呢 竟然全无 太诡异了 几次青伸出手 捂住了嘴巴 甚至不让自己 发出声来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这天梯上的微压 有多么的恐怖 但是夜晨 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松 关键还是跑起来的呀 别说夜晨了 就算是他 一或者昆仑须的 一些宗门宗主 勘破 也不能如此啊 这夜晨究竟是 怎么做到的 净水先生眼眸也是 第一次出现了惊讶 怎么可能 这天梯竟然没有任何微压 难不成天梯失效了 就在无数人疑惑之时 丹田废掉的邱洛成 却是忽然大叫起来 天梯上的微压 竟然没有了 一点微压都没有了 这天梯失效了 哈哈哈哈 毕竟小黄吞噬了 所有大能的微压 这也减缓了邱洛成的难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便宜了邱洛成 净水先生脸色大变 身子飘然 瞬间来到了天梯之上 他闭上眼眸感受了几分 突然眼眸睁开 一抹寒光闪烁 果然如此 天梯的微压竟然失效了 难道是因为此山时间太久 已经失去灵性了 那小子还真的好命 偏偏现在失效 一切疑惑解开 这也是最好的解释 失去灵性的天梯 想要在上面跑 自然没有问题 净水先生向着山顶望去 发现邱洛很快就要踏上山顶 他脸色越发难看 连忙手指掐绝 只见那些进击者脚下的光圈闪烁 不能让那小子先踏入 你们准备好 我带你们上去 雨落 他掐绝的速度越来越快 夜晨的出现打破了他的一切节奏 不管如何 他都不能让夜晨 第一个得到洗笼池的机缘 这家伙没有资格 几道光柱骤然形成 下一秒 净水先生几思青 卫影乃至其余几人全部消失 一切恢复了沉寂 山顶 夜晨呼出一口气 拍了拍肩膀上的小黄 表扬道 小黄 还别说啊 今天好几次都是靠你 没有你 我也没那么好受 谢了 说完 夜晨从轮回墓地掏出一根双绘火腿肠 撕开包装 递给小黄 这是我奖赏给你的 小黄扫了一眼火腿肠 反而撇过头去 仿佛很是不屑 他可是上股血脉 怎么可能吃这种华夏工厂制造出来的东西呢 何况刚才的威压已经填饱了他的肚子 自然不会再吃 得了 你不吃我吃 夜晨一口吃下 突然他感受到身后有气息涌来 不再犹豫 连忙带着小黄向着山顶唯一一处的洞穴而去 洞穴阴冷而又黑暗 长长的走廊 夜晨快速通过 黑暗消失 整个世界瞬间明亮了起来 夜晨脚步停下 因为他发现 面前是一座直径大概三十多米巨大的古井 对 就是古井 形状几乎和外界的古井一样 只不过太大了 大的甚至又像一座湖泊 泉水周围边缘凸起 上面刻着古老的范文 夜晨看不懂 但是眼神触碰到那些凸起 内心就好像仿佛得到了净化 泉水中央立着一块石碑 石碑之上画着九龙齐飞的画面 同时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凸显 喜龙池 夜晨肩膀上的小黄也是死死的盯着泉水 呼吸有些急促 他身上不断流动着光芒 显然是进化之一 就在夜晨失神之时 小黄身躯一跃 直接跳下了喜龙池 瞬间喜龙池沸腾了起来 快去抢占喜龙池 突然净水先生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夜晨也感受到几道身影席卷而来 他也不再犹豫 向着小黄的地方跳了进去 瞬间泉水没入身体 消失不见 夜晨感觉到身体在不断的下沉 他不断在水下寻找小黄的身影 却发现小黄不见了 这小黄跑哪儿去了 喜龙池太深了 表面没有小黄的身影 夜晨只能潜入水底去寻找 喜龙池有着无上机缘 更代表着危险 夜晨已经把小黄当成了朋友和伙伴 自然不希望小黄出事 夜晨不断向着身处游去 好几次想大声呼喊小黄 但是声音最终还是被掩盖 无数泉水吞了下去 而喜龙池之上 几丝青魏影以及其余几人 纷纷跳下 他们没有沉入喜龙池下 而是盘腿而坐 身子悬浮 一股极强泉水之意而来 在他们周身 竟然形成了一道漩涡 几次星的漩涡最大 其次是卫影 和另一个穿着道袍的青年 剩下的五人漩涡不大 净水先生站在喜龙池外围 双手放在身后 冰冷的目光扫视了一圈 却发现夜晨和那灵兽都不见了 怎么可能 他们刚才明明进来了 在更近的论子中